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李鸿章正在大批地培养海军人才 为海军学院教授西方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李鸿章正在大批地培养海军人才 西方的清朝海军 李鸿章因学习出色 被李鸿章看中赏赐了六品顶带 1890年 李鸿章被调往广甲舰担任三管轮 负责巡视熊牙 虎门 汕头一带的海域 第二年李鸿章被提升位签用 官职五品 1894年 甲武海战爆发 李鸿章所在的广甲舰 被抽调编入北洋舰队参战 当时 广甲舰的管带是吴敬荣 与方伯谦主管的纪远舰被编位移队 战争中 纪远舰因数次被敌军炮或击中擅自撤退 在战斗中 主力舰艇纪远舰被炮弹击中后擅自撤退 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也下令撤退 不料 慌乱之中广甲舰触交 吴敬荣乘坐小船逃走 下令烧毁战舰 黎元洪和十几个官兵也纷纷跳海逃兵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漂流 黎元洪幸运地被海浪冲到辽东万岛的海岸边 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后 已经辗转到达雨顺 之后 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被革职 黎元洪则被监禁了数月 很快 黎元洪的机会就来了 在甲午海战之后 清朝的有时之事 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练兵 发布告示求招海军人才 黎元洪因此而来 黎元洪北洋水师学堂的教育背景 即在海军服役的经历 得到由胡广总督调数 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 被任命负责兼修南京狮子山 牧府山 清凉山等处炮台事宜 黎元洪出色的工作给张以刚毅 坚忍 有不挠之气概 且忠厚赌实的印象 得到张之洞的信任 炮台修建完毕 黎元洪被任命负南京各炮台总教席 张之洞一年后回任胡广总督 黎元洪随即来到湖北 在此期间 黎元洪的职位不断晋升 逐渐成为湖北新军重要的军事人才 清朝末年 清军先后组织过三次秋操 也就是如今大家熟悉的军事演习 由北方的北洋新军与南方各省的联合部队 进行军事大比武 在第二次秋操时 张彪担任南方总指挥 黎元洪作为参谋长 自然一同前往 而此次北方的总指挥 则是大名鼎鼎的段祺瑞 由于段祺瑞口才出色 而张彪正好有口吃的毛病 每一回只能由黎元洪在背后捉刀 到了真正演习的那一天 张彪干脆将所有工作全部丢给了黎元洪 而黎元洪也不负重任 通过出色的指挥 使得南方新军头一回占据了上风 尤其在射击技术方面名列最优等 经过此事 黎元洪名动天下 令所有人都知晓除了北洋六镇以外 南方也有精锐 就是黎元洪带领的队伍 就连北洋头子袁世凯也对黎元洪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武昌起义爆发 印昌负责南下征缴起义军 临行前 他与袁世凯说 武昌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人主持 很快就可以扑灭 袁世凯却对了他一句 乱军以黎元洪为独独 何谓无人 武昌起义后 他被革命党人推决以胡雷独独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狐 北独独 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随后袁世凯 李元洪分别当上政府大总统 1916年袁世凯死后 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1928年因病去世 享年65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